体育署12号公布第二届台湾棒球名人堂入选名单 只有一人获奖 其中入围名单竞技类共有13位 有王臻志 吴明杰 吴昌臻等13人 另外在特别贡献类共有7位 有田中静英 林贵新 廖敏雄等7位 最后只有王臻志以41得票数达到获选门槛 创下台湾名人堂首次只有一人获奖的记录 另外在特别贡献类 因为所有入围者都没有达到得票数的门槛 特别贡献类奖项今年从缺 而这次的棒球名人堂入选名单 由48位林选委员投票产生 入围者必须获得林选委员75%的得票率 也就是要得到36票以上 才能获得第二届棒球名人堂的殊荣 竞技力的话就是以裁判教练为止 球员为止这样的 特别贡献就是获取来自于组织 来自于行政这些 台湾棒球名人堂协会表示 王臻志是目前个人在世界职棒生涯中 集出最多拳雷打记录的保持人共868只 这次荣登台湾棒球名人堂入选名单 协会表示给予高度肯定 至于什么时候要公开表扬 协会说要等王臻志本人从日本回国后再公布 接着国民亚卫岛售台北市采访报道